火花社社长刘烨 8月22日通过微博晒出与妻子安娜 混血儿子诺依以及诺依堂姐等一起逛博物馆的照片 刘烨通过微博晒和儿子逛天文馆的照片 照片中 刘烨拉着两个孩子站在博物馆门口 背影看上去有黑社会老大的架势 并发表文字调侃称 别认为哥是去砸场子 哥是带诺依和他堂姐参观一座19世纪的天文台 这天文台长得像白宫 孩子他娘很非劲地给诺依解释天文台望远镜的作用 半天诺依也没明白 我只说了三个字小诺就懂了 金箍棒 天上亲笔信 信中透露 因为看不懂法国电视太无聊 求网友推荐养成之类的游戏给他 有意思的是 此条微博不但没有人推荐游戏给他 反而更多的是嘲笑他的字体 称长得帅的人写字都难看 也有网友留言称 社长的字好大气好抽象 一看就不是凡人能写出来的 搜狐视频娱乐部报 整理报道 大家好 我是哪音 您现在观看的是搜狐视频